各位媒媒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阿雷文 跟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練賽後拼咪 跟大家速報速報 今天阿雷文連會員片 出了五條片 都叫做有條三重彩 有些分頭, 有一條Q 一條位置Q 希望繼續有些幸運之神 射著雷文班路友記 希望各位聽過 花生片, 賽後報告 尤其是賽後報告 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 如果不是 就很可惜 可能要腰斬 希望得到各位支持 影片可以較快 而聽, 長一點, 節省時間 另外呢 可以見到有廣告, 拍硬檔 點擊, 點擊, 點擊 給廣告播一會 了解一下產品之餘 可以曲線對雷文的頻道 支持 可以考慮一下加入小弟的 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講到我們的羅庫泉 早那陣子成績好像停了一點點 但是近來的冷門 認真是夠醒神 自從爆完健康愉快 那些什麼黃寶 幾十倍 那些冷門都不錯 今天都贏了半冷門 關乎這隻叫做 保羅成全 如果有聽這文的賽後報告 聽得久的朋友 相信都會罵到這隻 保羅成全 因為這隻馬上次改跑 就被人問話 那些賽後報告 已經盡量講一些 古惑的東西出來 今天贏了馬 究竟有沒有古惑的東西 這條花生都可以跟大家講一些鬼故事 今天這隻保羅成全 又幫羅庫泉贏馬 羅庫泉現在 由六爺的位置 又跳回去連馬斯龍虎榜的第四位 頭馬數字已經回到37場 保羅成全 今季大熟大勇 各位老朋友都知道 上季這文 已經很懶的時候 已經講過這隻馬 是有些能力的 今季這隻馬一熟 就在羅庫泉那裡 已經拿了三個win 這次仍然都是一貫的跑法 可以放頭 贏了馬和 說明是鬼故片 不如大家如果有興趣 聽回今天的賽後重點報告 這一場阿雷文怎麼分析 這隻馬 贏完這場之後 就會上三班 放頭又贏 對呀又贏 保羅成全 安常人潘明輝 今天贏了兩場頭馬 認真也不簡單 好過很多所謂的名牌騎師 至少有分頭 羅庫泉說 保羅成全 這場是沒有 保祝 保祝 eh 第十場的銀池 上次令到很多馬迷都有很多話題性 什麼叫話題性? 在片來片去,以一個慢步速之下 片來片去,就被那隻堂堂的幸運捱住條欄 他就在左閃右臂地跑過第二回來 今天這隻馬就是雷汶講過 出了一個POSE在YOUTUBE那裏 特地找回打比有報名的馬 今天有三匹的 就是這隻銀池 加州十大 以及那隻叫露露繩 這隻銀池就是三隻馬裏贏了馬的一隻 而加州十大和露露繩雖然贏不到馬 為大家馬迷朋友 就中回位置Q也有三十多倍 這文的POSE都出得有價值 這隻四歲自購馬的銀池 上次在田雞採採的Law Pad下 閃來閃去 就送了一場頭馬給唐堂幸運 其實唐堂幸運之前 都好像是田雞騎 田雞騎的時候 那時候銀池想贏 唐堂幸運 都是想串回田雞有關係的唐堂幸運 最終銀池今天 落到我們拉叔的手上 今季今季全部都交給田雞去打你了 但是上次博回來之後 今天落了我們的拉叔手 拉叔今天早前一段 都令到馬迷都不太好過 但是都叫做幫大家贏了兩隻十幾皮的馬 十幾皮大家自己醒醒他 今天都叫做交了兩場頭馬 捧場客都開心到白得了 最終這隻銀池在拉叔那裡 就交回他試襲 帶了個罩的時候的走勢 就帶了兩個多馬位回來贏了馬 其實今場銀池 贏回來的說服力 絕對比他上場更有說服力 今天就上場首兩不五五 Network 其實報速是很慢的 大家都只有一隻非天見 招巧那車都不知道是怎樣 這一隻馬在外套很擊中 扣辱了 又輸了 當然他要串打田坦安 Ping位排不少之前沒有強迫 但是荣山馬就串打 和田雞勝過的馬 今天這銀池破了一個罩 我們今天就沒看到看頻度 先看看 buzzer 就像波見屎一樣,周圍旺望 這隻銀池贏了馬 串回哪個最好 不如串回田雞那隻叫志在四方 好不好,即是榮董的馬 雖然今天好像飛了田大安 田大安都吃了一Q 再分析報速 一會再聽 今天跑第二的志在四方 就是上次幫銀池騎的田大安 銀池其實是榮董,大董馬下的馬 其實莫雷拉已經很久沒有幫榮山效力了 今次贏了馬 中宋銀朗就會有一筆獎金給你 這是設計對白 今天練馬師、蔡若翰都有不錯的成績 而莫雷拉也獲得了兩個贏 至於莫雷拉又如何賭咪這隻銀池呢 不如我們聽聽他如何評價這隻銀池吧 剛才雷文都說過 出過姿勢三隻打比馬 報了打比的馬 今天三隻都有表現 這隻食美壺的銀池 可不可以在下個月 還有二十多天就在打比大賽那裏立個位 可以參加到那場打比大賽呢 真的要看看他再獲多少分 雖然莫雷拉一早已經響了胎 我會為方仔那隻達心星效力 但是同時 拉叔也平馬平到過界 平馬平到過界 雖然我的屁股要爬到達心星那裏 但是我也要平一平銀池 為什麼呢 因為要創造話題性 以及報定局出來 然後 揹飛 或者是分散注意力 搞亂馬迷視線也好 說真的 跑馬是一個財富大轉移的遊戲 比你容易看到路的那隻明顯高一點的話 沒有什麼對手的 你們就很容易中 那我們又怎麼賺錢 他們不是我 雷汶的錢是奉上給他們的 雷汶那時候學到馬的時候 就很年輕了 那時候聽到那些馬場的前輩 經常寫著 搖旗立喊分子 什麼叫搖旗立喊 雷汶領略了50年 40多年才能領略到 什麼叫搖旗立喊 真是笨 其實每一場馬 大致上都有搖旗立喊 今次套上罩的銀池 以兩個多馬位置 扔掉了一隻自在四方 雖然今場的步速 銀池贏起來的說服力 比起上場的慢步速是好的 這文都要公道地說 今場比上場有更強的說服力 這文是認同的 贏了一隻自在四方 跑第三的就是川河明驅 銀池今次比較有說服力 而贏到馬 聽聽我們莫雷拉怎樣說這隻銀池 今次的打比 莫雷拉就認為形勢這麼緊湊 莫雷拉就相信 銀池是有機會成為其中一匹 去拿冠軍的街市 街市不是大家買菜的街市 打比並不是街市裏面的雞比 而是打比 街市是馬字邊有四字的士 他說這隻馬有機會 是打比大賽問頂冠軍的 一早就說定了你 不要整天看著我拉縮的馬 看下其他那些都贏得的 今次就起完孖寶 十幾元乘十幾元 哎呀 整個計數機都爆燈了 十幾皮成十幾皮的馬寶 謝謝你拉縮 單逢這次銀池贏馬的表現 本來銀池很難令莫雷拉認為他是一匹打比馬 也挺矛盾的 很難令拉縮認為他是一匹打比馬 剛剛就說他是其中一匹奪冠軍的街市 其實阿雷汶有時都想建議莫雷拉去看一看精神科醫生 是不是有人格分裂 為什麼他打了麥克風 總是說話都是牛頭就不回答馬嘴 真是正宗數字9就是不回答8的 他說或者蔡若翰會在短期內派這隻銀池衝衝再出 身體好的時候衝衝再出是沒問題的 雷汶十幾歲的時候去到二十幾歲都可以做到衝衝再出 即是回氣期不用那麼慢 是吧 哼哼聲的 但現在就不行了 因為雷汶老了 他說短期蔡若翰會安排這隻銀池衝衝再出 雷汶現在衝衝再出的話是空氣 令到他銀池有機會入選打比 即是立多點分 他說事實上以他這次贏馬的姿態 即使銀池再上班仍然都有爭勝的份量 是拉叔說的 他說目前我在打比的名單 都沒有見到有一隻馬是明顯突出的 即是沒有什麼馬很獨立的 但是一早就說其實是達心聲的 一早就已經響了 他就說其實是達心聲的 他就說 這次的打比好像很平均的 他說銀池如果可以參與其中 就會令到打比的形勢有什麼呢 是更加有話題性的說的 馬會是最喜歡的 搞一些話題性的 快活谷不如混合家事伯啤酒 一起搞吧 笨 還要走時裝show 跑馬看時裝show 混合來做瀨尿牛丸 笨 今天莫雷拉就說 銀池上次有外閃的情況 我代表這麼多位馬迷 多謝拉叔你告訴我們 上次銀池是有外閃的 我們個個都看不到 麻煩你告訴我 他說這次的馬在凹了罩下 就沒有再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今天拉叔就說了 他說他都有擔心過這隻馬在陣上 會再次有外閃的情況 所以他們最重要的就是 確保這隻銀池的情緒 是不要受到影響 希望他今天是能夠讓拉叔 更加容易去駕馭這隻馬 結果銀池就做得到 而拉叔也都駕馭得到 他說他這次跑起來又夠規矩 就是銀池夠規矩 沒有手多多 沒有閃來閃去 人最重要是有規矩 尤其是在女士面前 一定要規矩 他說今天銀池在陣上 就沒有給你麻煩 就是銀池 其實我覺得自在四方 我覺得自在四方也沒有給這隻銀池太大麻煩 就是釘得厚一點 不要給那麼多麻煩銀池 十九匹而已 有條Q就夠了 他就說 莫雷拉說 對蔡若翰 練這隻銀池 就是英記一功 莫雷拉的打比前瞻 就說了出來 很平均的 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馬 想創造多些話題性 對 莫雷拉的打比前瞻 是比較矛盾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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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